那么随着现代政府预估这波的疫情高峰可能会延长到7月份 那么虽然疫情不创高让医护人员松口气 可是啊这高元期拉长却是让前厅啊零售业 其实大家心里真的是一片哀嚎哦 因为在中国的封城影响之下已经冲击到了我国4月份的外销订单了 终结连25红 所以4月份呢加上本土的确诊数字 人用很多景气对策信号的分数是会在往下减分的 那么灯号虽然是维持绿灯的机会比较大 不过呢4月的景气就数字上来看的确是有压 虽然还是绿灯 不过数字跟先前比起来的确不怎么漂亮 那本土确诊数创高对国内的内需消费当然就首部造成了冲击了 我们来看4月份的非制造业指数也是同样的回跌 回跌了0.7个百分点来到了55.1%左右 那么其实从1月份到4月份来看其实都是往下走跌的 而且展望未来的半年其实或许也不太看好 有可能会中段留9个月的扩张都会往下探 那么对于这样子的状态旅行工会的理事长就非常的感叹啊 说如果再不就这个可能旅行社死的都要变干了 真的看来很惨 像是观光产业难道真的要全军覆没了吗 因为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无薪价的统计数字 总共有2369家 人数达到了15,013个人 那还是以支援性的服务业 也就是旅行社人数是最多的 有8816位那么住宿跟餐饮业其实同样也是往上增加 现在有1396个人这个数字啊可是今年来的新高呢 所以民众真的是苦哈哈的对于这波疫情真的无奈的很 那观光业要怎么样子去进行复苏呢 现在要卡位的就是役后商机希望大家勇敢的出去玩 我们来看有航空公司哦 在25号就限时开卖冬季航班 全航线限时特价798块 财纲大举真空服员的虎航 这回又宣布将在25号限时开卖冬季航班 不到千元就能入手 看好疫情复苏商机 日韩机票难得下刹促销 超前部署的还有 旅游电商平台KK Day也与韩国经济观光公社携手合作 让玩偶抢先替主人飞出国探勘 熊市旅游召回产销人力 陆续规划北海道薰衣草 东京清景泽的一系列日本旅游行程 还跟宏光科大产学合作 布局铁道观光等 抢先卡位亿后复苏商机 日本机票的搜寻量 其实有越来越明显的成长 针对了就是长线的航点的一些旅客的钢需求 然后推出了一些优惠的票价 像是日本航空飞 每家有88折的一个票价优惠 旅行业超前部署 员工逐渐回到工作岗位 但疫情严峻 再加上三尽力上路 让不少旅行业业绩几乎归零 几乎所有的团已经退掉了90% 有业现在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收入 现在根本也煮不了团 都已经干掉了变成干湿了 一个人肯定做三天两个赚个500块 1000块左右而已 那这样情形不无小补 营运的成本一定都亏在那里面 不少旅行业转向街自由行散客 勉强度日 观光业苦中作热 发挥创意 逆势卡位 异后市场 307文中之委 刘富慈台北报导